我们有讲到说老年人 就是觉得说很害怕说 老来办没有办这件事情 那其实当初呢 我公公就是五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我婆婆大概小她几岁 然后婆婆就是因为意外就走了这样子 那其实呢对于我公公 你看她才五十多出头 对她来讲她内心也非常的惶恐 她非常非常害怕就是 接下来我就要一个人生活了 她不愿意这个样子 所以呢当她这个 我婆婆走的时候呢 其实我公公她有一阵子就是 第一个是忧郁症上升嘛这样子 第二个的话呢 她就会跟她儿子讲说 其实我当时跟我老公结婚 大概才刚满一年 我公公就跟她儿子讲说 儿子爸爸就是下半辈子 下半辈子没有人可以陪伴了 那不然你跟我 我们去深山 打造一个小木屋 就隐居在深山里面 我们就这样子父子两个人相依为命 共度下半生 那钱你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婆婆走了以后 公公就拿了一个很大笔的这个 意外保险金嘛这样子 所以可见就是 其实公公那时候已经 她也没有想到说 儿子已经结了婚了 完全就不像 那时候她已经娶你了 她儿子已经娶你了 对啊 就是我跟我老公已经结婚一年了 所以我公公完全没有考虑到说 其实儿子也结了婚 然后就是完全不想管我的意思 就想说儿子你来陪我吧 因为儿子是她的救生圈嘛 那你也去啊 你就住在深山里啊 我们就三个人 我败的 我真败的 对 与世独立 与世无尊 与世无尊 对不对 好 你提早过退休 你还有个生活 可是我觉得老人家说 什么钱会给你 我觉得大家都听听就好 千万不要当真 这样子好 然后就后来儿子就说 爸我觉得我们事情 还是要想清楚 不要说一下危机 就是危急的事情发生 我们就立刻去采取一个新的改变 他爸爸就说 那不然这样好了 就是我出钱买一张机票 让Synthia回台湾探亲两个礼拜 那你就好好的陪我这样子 所以其实感觉出来 爸爸的心情非常的惶恐 好 那接下来你知道在美国的话 就是大家丧偶的话 就会有所谓的互助会 就是官夫寡妇一起聚在一起 可以大家一起交流 甚至交朋友 这个时候呢 我公公就在这个场合当中 就是认识她现在的女朋友 那其实这个女朋友呢 其实也没有小她很多 大概五六岁啦 这个样子 那坦白讲就是 后来这个女朋友呢 就是看得出来 我公公非常的开心 甚至于说呢 那时候我在节目上 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她兴高采烈的 就是来问我的老公 就是她儿子说 就是她多年之后 她又可以开机 跟另外一个女人开机 然后就问她说 我这个年纪 需不需要用保险套 所以就问她儿子说 保险套的尺寸 应该要怎么样选 这样子 对那让她儿子心里面觉得 就是又很想帮她爸爸 因为我觉得说 其实这个年纪 她不应该问她儿子 也要问你的啊 你才是专家 对其实那时候 应该来问我 对可是我觉得她那时候 不问媳妇怪怪的吧 不过可是她是专家 就像问律师一样 那时候我还没有啦 还没有啦 好那我觉得她的爸爸 其实都没有去顾虑到 儿子的心情这样子 直到说呢 这个女朋友搬进他们家以后 坦白讲啦 因为你知道我们说 婆婆的意外保险金 其实公公就全部都拿了嘛 这样子那其实因为 婆婆在生前并没有立遗嘱 因为是意外发生得太快 所以说我们公公呢 就是把钱全部都是揽在身上 也没有要分给她儿子的意思 这样子 那也是无妨 直到女朋友搬进去以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 第一个公公呢 就把这些钱就运用在 把她的房车升级 升级一个鲜红色的 这个敞篷的跑车 护护车这样子 然后就是带她女朋友 可以这样很吓趴地出去这样子 驰骋那个高速公路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因为女朋友搬进去 想说把这个居家环境换一下 换一下的话呢 就是把我们看到那个大门 就把它换掉了 然后婆婆的旧衣服 那个时候就开始要清去 二手的一些轻 把它清掉 那我认为看在她儿子的眼里 会觉得说 当然我们也很高兴说 爸爸你找到伴 可是也会觉得说 哇那爱情的滋润 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很快 好像你是不是就是 不太想念妈妈了 这种感觉 那因为呢 我刚刚有提到说 因为毕竟婆婆的 那个意外保险金 全部都是在公公手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 那这个女的来找我公公 难道是会有别的意图吗 所以说呢 我们也会约她们出来吃饭 顺便聊一聊说 这个女生的背景是怎么样子 后来医疗发现呢 这个女生呢 她其实呢 命运也蛮坎坷的啦 她自己讲 她就说其实呢 我以前我也是结了婚 可是呢就是 就是我不但上偶 就是我老公也是因为 癌症缠身 后来就走了这样子 那她老公其实是做生意的 所以乍听之下 她应该是不缺钱 因为她就也是都拿了 她老公的钱嘛 那二来在小孩这方面 她以前有个儿子 可是她儿子就是因为车祸 也走了 对 所以说呢 她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非常的孤单 那这时候我们两个就想说 那这样子听下来 其实应该也不是为了钱 因为她手上的钱 也还蛮多的 再加上在相处上面 我们发现 哇 其实这女朋友 比公公还要大方的 因为你知道公公的个性嘛 就是每次我们出去吃饭啊 账单她也会不客气 就丢到你面前说 来 你们结账 那有一次呢 我们去佛罗里达 去他们家找她玩的时候 她女朋友就会说 因为他们来者适客 小孩子来者适客 应该就帮他们结了吧 就是招待他们一顿 也没有关系 然后甚至于说 我们出去玩 她的女朋友还会塞一个钱 就是要照顾你塞一个零用钱 说可以出去吃顿好吃的 这样还蛮大方的 好 那就想说 那就应该没问题了 可是坦白讲啊 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在美国的法律上面是 如果你的配偶申雇的话 你有利益住 就是另外一个配偶他独得 就是小孩子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继承权 你也没有办法去 透过官司去打 那我老公他内心就会觉得说 毕竟是妈妈 也是跟你一起奋斗下来 妈妈的意外保险金啊 还是什么的 那如果说今天 我的公公他的身体状况比较不好 那他如果走了的话 事情没有讲清楚 等于说他的女朋友 继承了 整个就继承 连同婆婆生前说 努力打拼的东西都继承走 所以他其实心里面也会 有点顾虑 care说 妈妈应该会想要留一些东西给我 因为毕竟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尤其是他的公公 他这个爸爸是养父 还不是生父 是养父 好 所以呢他 当然就会利用机会 跟他的爸爸就是生产 当然也不可能谈说 爸那你那个钱 妈妈那个钱以后就给你 我就没有得钱 他就是说 就是可能会有这一层 有个顾虑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他爸爸后来就有在 把遗嘱给立好 听说遗嘱的这个内容 可能就是百分之三十就希望给他女朋友 百分之七十会给他儿子 对那我觉得这样子分配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话讲 因为其实这个女朋友也是照顾他 也是应得的 所以他们后来没有结婚 其实如果结了婚的话 至少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对已经分好了这样子 公公之前跟太太感情怎么样 非常好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跟我老公在聊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成长背景 非常的不一样 我爸爸妈妈他们的生活是蛮独立的 妈妈喜欢做他的事情 爸爸喜欢做他的事情 可是我老公那边 就是我公公跟婆婆 他们生活习惯非常的紧密 就是蓝屌屌的那一种 所以我曾经有讲到说 他们的家里面会有那个所谓的情人座 就是只有一张沙发 可以塞两个人 大家就一起抱着 然后看电视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其实我婆婆她那个时候意外走的时候 我公公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 公公后来 从婆婆去世到她陷入热恋这样多久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对不到一年的时间 因为她 我们那时候担心她的忧郁症会很严重 所以会鼓励她 多出去走走参加互助会 所以很快地就认识这个新的女朋友 所以感情再好 陷入热恋也不到一年 其实所以会觉得 真的还变蛮快的 因为爱情的滋热 爱情力量非常的大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